謝謝 我們部長休息一下 那個次長跟署長 好不好 花次和吳署長 兩位好 兩位好 我們今天修 多庚條例 然後是希望 這個第五十七條要 正列第三項 要讓這個有安全 之餘耐震力不足 還有海撒屋成為 多庚條例當中最後 無法協調的物件的時候 希望讓他們來 践行建築法八十一條的程序 那我們看建築法八十一條的條文 基本上它對於 所謂的 要践行一個比較簡化 程序的條件 是輕頹或朽壞 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 那麼我們現在呢 要修的多庚條例 所使用的當然就是 海撒屋 以及耐震力不足 而有公共安全 危害 對不對 是 那所以基本上 所謂輕頹或朽壞 而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築物 跟我們的 現有 要修的這個文字 不太相像 好 你覺得這哪一個條件 是比較嚴 其實未必啦 因為輕 特別是朽壞這兩 八十一條 朽壞這兩個字 其實它必須要被定義 是 所以過去 過去建築法八十一條的践行 我們有非常嚴謹的規範 來完成它的條件的設定嗎 來 有沒有 報告啊 因為 所謂在就是因為 輕腿跟朽壞這件事情 是 在過去 不管是在建築師或土木技師 或是結構技師 他們所慣用的這樣的一個 檢測的標準 其實不太不盡一致 對 不盡一致 所以這也是造成 後面在認定上會非常困難 其實政府的規範也不缺一致 因為當我 沒關係 我要知道的就是說 原來的文字 基本上 我們認為說是規範不足 對 會造成認定上有困難 那我們現在的文字 認定上就會比較明確嗎 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規範 對不對 那你們的規範今天是沒有附上來 那我想應該是有出稿了對不對 有出稿 那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法案討論的時候 你們能夠拿出來示疑好不好 讓大家覺得說 那是一個明確能夠服眾 我們認為說是在公共利益 還有個人的人民的財產權保障 當中相對的法義 讓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來支持這樣一個修法 那基本上我們來看就是說 81條我們規定了以後 你們在全國是沒有進行統計的資料 大概全國對於建築法的81條 使用的個案的總數其實現在不明確了 那本席去韓去問的時候 你們這個是用電話 一一聯絡各直轄市政府 目前得到的統計是這一頁 好你們今天後來也補充給所有的委員看 基本上非常的少 真正的輕頹或朽壞 而有危害公共安全 然後淨於公告 強制拆除的物件 反而是我們今天認為 未來在適用新法上 最多的台北或新北而言 反而是零 好 那這個當事人後來拆除的台北跟新北有 好 那麼真正說我們強制性很強烈的手段 反而大家是很小心不太敢用這一條 對不對 好那我們在南部知道說有這麼幾件 所以基本上在適用上面 好大家都很謹慎 好大家都很謹慎 因為這個真的是涉及對人民的財產權的保障 還有他安身立命之處所 最後的這些釘子戶 大家基本上會比較手軟 好我們基本上比較要善盡保護的更多 好很怕就是說去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好那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版本 對於修訂的文字有很多版本 本席是認為榮獲值得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都一併參財最後來做個決定 好所以像本席也會提出一個修正案 增加一個立即兩個字 就是說如果它造成耐震力不足的建築物 而有危害公共安全者 其實程度的差別很大 我耐震能力不足全國你看有多少 對不對好那只要耐震力不足 其實就危害公共安全了對不對 抱怨其實我們的標準會非常嚴格 會非常嚴格 所以我們在文字上符合 我們在文字上符合我們的立法意志的時候 那人民就比較能夠接受好不好 所以這個方案也值得我們到時候 一起來討論好 我們在文字上符合 我來說